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么此次事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 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鸿门宴 楚怀王太出两路大军进攻秦朝 一路是宋义率领的北路军 一路是刘邦率领的西路军 并且约定 谁先攻入关中 谁就是关中王 刘邦率领西路军一面攻城掠地 一面发展兵员 壮大队伍 因为没有遇到秦军的主力 所以相对顺利很多 随后通过五官进入关中 屯兵于坝上 秦王子应出城投降 秦朝灭亡 刘邦就率军进入了咸阳城 此时他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一面派人驻守寒谷关 阻挡项羽的北路军 一面在咸阳宫里 尽情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他认为 只要守驻寒谷关和武关等重要关口 就可以在关中平原高枕无忧了 方快跑来劝他 让他不要忘了秦朝的前车之剑 可刘邦根本听不进去 张良只能亲自来劝 并给他分析形势 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命令属下登记好财物 封锁府库 便率领全军撤出咸阳 返回坝上 再看北路军 宋毅一位屯兵观望 不敢去打张寒 被项羽 缴绕杀死 楚王便任命项羽为主将 统领北路军 项羽掌权后 立即率领储军破釜沉州渡过张水 与诸侯联军一起 在巨路打败了张寒和王黎的秦军主力 王黎战死 张寒投降 之后便向关中进发 在走到西安城南的时候 项羽将二十余万秦军降组 全部活埋 之后到达韩谷关 但韩谷关已经被刘邦派人占领 不准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入关 可凭刘邦派出的这点兵力 怎么可能阻挡了驻项羽呢 最终 韩谷关在鹰部等将领的强攻下失守 项羽率军一直推进至细水一息 听说项羽攻破韩谷关而来 刘邦的手下左司马曹无伤 就偷偷地派人去给项羽同保 谎称刘邦已经委任了秦王子英为丞相 将咸阳城内的所有珍宝都据为己有 并且还准备自立为关中王 项羽听后异常愤怒 便与谋师范增一起商议对策 范增分析说 刘邦在入关前是个贪财好色之徒 可入关后却又不夺取财物和女人 说明此人有很大的疑心 另外 算命先生曾说过 刘邦具有天子气 所以 为了避免将来成为祸害 应该尽早除之 于是项羽决定 次日清晨 就兵分四路围攻刘邦 不巧的是 范增和项羽的这段对话 被项羽的叔父项伯给听到了 早年间 项伯因为杀了人被官府追捕 是张良救了他 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 项伯便连夜赶往刘邦的军营 告知情况后让张良速速逃亡 但张良却不肯独自逃走 决议要将此事报告给刘邦 刘邦听过后非常震惊 连忙问张良该如何应对 张良说 此事唯有通过项伯从中协调 看能否打消项羽对你的疑心 于是 刘邦连忙召见项伯 不仅以兄弟相待 还请求和项伯 结为儿女亲家 巴结项伯 并请他回去后 一定要向项羽求情 说我入关后 秋毫未犯 登记了官民 封锁了府库后 就退出了咸阳宫 一直等待着向将军来主持大局 项伯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告诉他 明天一定要赶在项羽大军开拔之前 去向项羽请罪 随后 他也立刻返回项羽的大营 把刘邦的话带给项羽 说明了刘邦的善意 并且强调说 刘邦已经打下了关中 但他秋毫未犯 全都交给你 所以他对我们是有功的 你若杀了他 便是不义之举 项羽听说刘邦如此谦卑 也就同意不杀他了 第二天一大早 刘邦就带人来到鸿门 面接项羽 见面后 刘邦就对项羽说 我和将军合力攻勤 将军战河北 臣战河南 我是侥幸 率先入关 灭掉了秦朝 并且还能在这里见到了将军 可恨的是 有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 才使我和将军产生了误会 项羽便说 都怪你手下的曹无伤 是他派人对我说 你想当关中王 否则我怎么会生气呢 随后 他就邀请刘邦 进入了宴会 再看此次宴会的座次安排 项羽和项博 向东就坐 范增面朝南 刘邦面朝北 张良 则面朝西 服侍着 这有什么讲究呢 按照秦朝时期宴会的惯例 面朝东的位置是最为尊贵的 一般情况下 会让主客坐在这个位置上 但项羽却自己坐在尊位上 这表示 他并没有把刘邦当作平等的宾客来看待 而只是 把他当作自己的属下 刘邦则更为实相 他不仅不坐尊位 甚至都不坐在项羽的对面 而是面北而坐 因为要是君和陈同时在场的情况下 君是面南而坐 陈则只能面北而坐 所以 刘邦这样做 是选择了最为卑微的陈下位 表明自己有臣服之意 并不敢与项羽平起平坐 项羽见刘邦如此实相 也就接受了刘邦的臣服 不打算杀他了 但范增并不了解项羽的想法 他不时地给项羽识眼色 并且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 举起自己的欲绝 示意项羽准备开始行动 杀掉刘邦 但项羽却毫无动静 范增幼连举了三次欲绝 项羽还是不予理会 范增便明白了 他了解项羽的性格 一定是被刘邦的谦卑给蒙蔽了 不打算杀刘邦了 那么 除掉刘邦的计划 项羽是靠不住了 他便走出军帐 叫来了项羽的堂弟 项庄 让他假装去宴会上舞剑助兴 然后趁机刺杀刘邦 这便是项庄舞剑 意在配功 项庄进入宴会 争得了项羽的同意后 便拔剑起舞 一旁的项博 立刻就明白了项庄舞剑的用意 于是 他也拔出剑 和项庄一起舞剑 并且始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 使其无法攻击到刘邦 张良也看出了端倪 偷偷地离开九席 给在军门外的凡快通报信息 凡快便带着剑和盾牌 强行闯入九席 恶狠狠地瞪着项羽 项羽一愣 手握剑柄 连忙询问 这人是干嘛的 张良连忙回答道 这是配功的参程 凡快 项羽这才放心了 称赞凡快 真是一位壮士 并赏赐给他一斗汁的酒 凡快接过后 一饮而尽 项羽又赏赐了 他一只猪前腿 凡快就直接把猪腿 放在盾牌上 用剑切着吃 项羽又问凡快 壮士还能饮酒吗 凡快则趁机说道 秦王残暴 我们才拥戴楚王 楚怀王曾经许诺过 先入关中者 便是关中王 可我大哥刘邦 虽然先进入了关中 但却并没有自立为王 而是封闭公事 还军霸掌 等待着将军的到来 我大哥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呢 你不但没有封赏 而且只是听了小人的蛊惑 就想杀了有功之臣 这莫不是要推翻了暴秦 又要继承暴秦的做法吧 项羽无话可说 只得吩咐凡快落座 又过了一阵 刘邦谎称要去上厕所 就和凡快一起走出宴席商议 过了好一阵了 刘邦还没有回去 项羽就派陈平去找刘邦 此时 刘邦和凡快都已经商量好了 决定赶紧逃跑 刘邦觉得 应该先回去辞个刑 然后再跑 但凡快坚决反对 他说 现在是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还有必要顾及那些繁荣礼节吗 要赶紧跑 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于是 刘邦便留下张良善后 带着凡快 夏侯英 进墙 己信等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们来的时候 走的是渭河南岸的大道 长四十里 可逃走的时候 走的是纸阳道 因为纸阳道比较狭窄 蜿蜒于离山的北路 只能马走 不能通马车 距离只有二十里 就这样 邮邦骑着马 凡快等人 徒步跟随着逃跑了 邮邦临走前 还嘱咐张良说 我会到军营 也就不到二十里地 你估摸着我到了军营后 你再进去 张良便在外面又等了一阵 估计刘邦已经到了 他就走进宴会 跟项羽辞别 并说 刘邦因为不胜久力 就不能当面来告辞了 他已经先回军营了 临走前 特意让我奉上玉璧一双 敬献给大王 还有玉斗一双 败献给大将军 项羽便收下了玉璧 放在桌上 而范增听说刘邦已经跑了 简直都要被气疯了 他接过玉斗 直接摔在地上 拔出佩剑 一剑将玉斗劈得粉碎 并且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爱 数字不足与谋 夺向王天下者 必配公也 无数 今未知如已 至此 向羽设下的鸿门宴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刘邦显向还生 回到了军营 回来后便立即处死了叛将曹无伤 向羽则又过了几日 率领全军进入了咸阳城 那么向羽到了咸阳城后 又会做出什么事呢 请看下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